新聞結束 要來看的一樣 也是一個相當驚險的現場 這是發生在破主席的街路上頭 有警察車就拍到的背車對住院 這是因為在早前有兩名車子 為了要鑽砍 健康的尾巴 一路是開車皮疏 速度是打破160公里 健康在百點多斤之後 最後嚴寬的車是撞到面子才撞下來 這邊的嚴寬是賺到機會趕快來漏跑 這是給警方相當意外的時侯 這家屬競然是一名入住 感激去外面 紀錄驚險的一瞬間 嚴寬家屬的交車 依持續標划160公里的速度 在民洋市区一路公分 最後失控撞到面子 一聲飢餓 嚇壞所有人 當時你裡面聽到警察 整體的車 每次都會一直大聲 拿很近 拿來拿大聲 到後來一聲很大聲 捧一聲 我知道 種到什麼東西 我去背上去看 開門去看 知道我的飛台 叫那台車 撞到嘴巴也來 要好家在這輪 沒上級無故 好幾個效果不耐用 報名的一點外 切斷所開的車 一路公表半點多前 連撞三十幾個紅頂 被警方形容 像是開分消飛車在很差 恐怖事件 最後撞到面子 才被別停下來 讓警方驚訝的時 飛車切斷 竟然是一名嚴寬家屬 是一名女性 女性回來她就是規避 就是說那個切斜以她是她的客戶 自稱她是在高雄市區 留英 在高雄市區當留英是她的客戶 一直就是推託說不認識這位切斜 那也沒有辦法跟她聯絡 只提供一個那個手機的電話號碼 警方在閒門桌車裡面 當中抓到一支空氣性 以及100顆的四顆鋼豬蛋 但路主堅持不僅透露 當火的南豬身份 不僅警方正在 全力撞破 新新聞傳媒情報主席 蔡鳳報道